巫统主席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宣布 巫统最高理事会决定撤回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以及不支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领导 他今天在巫统最高理事会后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巫统决定支持国家元首 不会捍卫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领导 且已证明失败的国盟政府 他说首相今天的文告并没有使情况更清晰 且和国家元首的预令有抵触更是戏弄国家元首 阿莫扎西指出他已将巫统国会议员 撤回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支持的宣誓书 提成给国家元首 Sudan Abdullah陛下 因此慕尤丁已经失去多数议席 且已经失去作为国家领导的合法性 击守丹斯里·慕尤丁的影響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三苏安努亚经五发出文告宣布 基于巫统立场和决定 本身辞去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一职 文告中也感谢首相 给予机会委任他担任部长 也感谢巫统领导曾过去的推荐 他表示自己未来将会专注 玲珑国会议员的职责 并会帮助加强政党 以面对日渐挑战的政治局势 内阁在今年7月23日 建议国家元首撤回紧急条例不成功 因此内阁明天将讨论 撤销紧急条例动议仪式 以便该动议带上9月份的 国会会议上辩论和通过撤销 首相丹斯林默佑丁 今天也发文告指出 随着紧急状态在8月1日结束 根据联邦宪法 国家元首撤销紧急条例的课题 不应该再被挑起 他说正如国家元首所言 以及联邦宪法第150跨胡3条文 撤回紧急条例是一个 需要经过辩论和撤回的动议 因此政府准备将该动议 带上9月的国会会议辩论和通过 内阁明天也将开会讨论这项动议 早前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 纳都斯里达基尤丁在7月26日宣布 六项紧急法令早在7月21日被撤销 掀起了争议 国家王公也在之后发表文告表示 国家元首并未同意撤销紧急法令 并对国盟政府擅自撤销紧急法令的做法 感到失望 随后巫统萧山国会议员 纳都斯里纳兹里认为 达基尤丁应该在出院后 立即向国家元首道歉 但是在另一边乡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 祖莱达力挺达基尤丁 指这是内阁的决定 为此他认为达基尤丁称 政府已经撤回紧急条例并没有错 那对于国家王公在事后发表的文告 祖莱达对此也表达了遗憾 并称这本可私下给予劝告 他认为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王公应该打电话询问首相 随后有消息指出 达基尤丁撤销紧急条例 引爆政治危机后 已经向伊党主席 拿督斯里哈迪阿旺 表明欲引咎辞职 伊斯兰党也证实 达基尤丁不会因撤销紧急条例 一试辞职 并将会继续担任目前的职务 接着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也向国盟政府抛出了两个疑问 第一 国家元首和统治者所发出的三次预令 是要紧急条例进行辩论 还是在紧急状态结束前撤销 第二 为何国盟政府急着要在十天前 也就是七月二十一日 在没有告诉任何人之下撤销 他质问为何这十天那么重要 以致需要欺骗议会 欺骗人民和对国家元首不禁以致 引发宪政危机 纳吉也揶揄说 绝对不是因为国盟政府 无法在过去七个月的紧急状态期间 要挟和收买足够的青蛙 以获得多数支持 而害怕在国会投票 他认为国盟政府正在捍卫他们没有违抗军令 随着首相丹斯林慕尤丁今天指 内阁在七月二十三日劝告国家元首 废除紧急条例的程序无法完成后 纳吉之言这已经证明了 慕尤丁和国盟部长都在撒谎 昨天有消息指30名国政国会议员周日在国防部出席秘密会议 并签署了支持慕尤丁的文件 随后巫统萧山国会议员纳都斯里纳兹里也证实 一些巫统国会议员的确在周日于国防部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该会议是由副首相兼巫统副主席 纳都斯里·伊斯麦莎比里所着急 已是对首相丹斯里谋定的支持 纳斯里在受访时澄清 该文件只是一份声明并不是法定声明 因为法定声明只能在宣誓官面前签署 因此他们只是写了一份声明以捍卫国盟政府